上一期我吐槽了一篇夸大马术好处的文章 好多人觉得我动了他们的奶酪 我只是实话实说 希望大家看待问题要理性 要实事求是 这期咱们就来谈谈马术运动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动 我在这里一直在强调的是两个字 运动 马术运动也是运动的一种 所以一般运动能给人带来的好处 诸如增强体质 增强心肺功能 提高身体的协调性 柔韧性 灵活度 培养各类优秀的品质等等 多人参与的运动 还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交流 培养人的各种能力等等 这些好处 我这里就不一一再提一遍了 再提一遍就无异于一个人夸自己说 看我有两只眼睛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看我有多美啊 是个正常人都会有两只眼睛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是运动就都会有这些好处 运动本身自然也会有危险 但很多危险是可以通过正确的练习来避免的 怕就怕有些人 根本不愿意去听别人正确的忠告 没守成规 明完不化 马克思大老人家也告诉我们 只谈一件事的正面 不去谈它的反面 那就是在耍油吗 人类发明出那么多不同的运动类型 不同的运动类型 对我们的身体的某个部位 都会或多或少有锻炼功能 不断的运动也会对身体的不同的部位 带来一定的损伤 每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运动 由自己来决定 如果在这里非要争论哪个运动是最好的 那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我相信科学运动的原则大家都知道一些 比如要热身 要循序渐进 稳扎稳打 适量练习 掌握技巧等等 但就是这些普遍的原则 也不一定会适应于每一项运动 因为事物都会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我们再回到马术运动 它有运动本身带来的一些属性 有好的也有坏的 马术的特殊之处在于 正向运动的参与者是两种生物 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个性与秉性 所以在谈正向运动的时候 永远都要把两者都谈到 相比较于马 我们人类更有智慧 马的很多反应都是出于本能的 它不像人那样 有那么多的选择 它只能选择服从或抗拒 所以我们这里要做的 就是把马放在人的前面 马与人的正确关系 是人主导的合作关系 马要服从于人 而要做到这一点 人就必须先了解马 综上 马术运动就是一种 人与马共同参与的运动 请不要去神化它 也不要去诋毁它 科学合理的搭配自己的运动类型 保障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您觉得呢